深海狮子鱼和顺平公图 长江日报柔媒体 4月16日讯 通讯员孙慧 记者李佳 曾担任中科院水生生物标本馆馆长 业余无数的何顺平 谈起深海狮子鱼 还是连说两遍稀有 15日 何顺平和西北工业大学两位教授 同为共同通讯作者的成果 发表在《自然生态与进化》杂志上 揭示了生活在马里亚纳海沟 7000米以下的 狮子鱼深渊适应的遗传基础 2016年 中国探索一号 科考船在马里亚纳海沟海域 开展了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史上 第一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活动 首次捕获狮子鱼 何顺平介绍 深海狮子鱼是一种生活在6000 8000米深海的独特生物 曾有人形象地描述 它在深海所承受的压力 相当于1600头大象站在库珀 Mini 库珀 车顶上 换种说法 可想象为一头成年大象站在大拇指上 何顺平研究的是狮子鱼的新品种 连鳞片都没有 能从外层皮肤直接看到内脏 它们生活在海平面之下的8000米左右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在海中生活范围最深的鱼类 研究发现 由于没有阳光的照射 超深渊狮子鱼通体透明 为适应高压环境 其骨骼变得非常薄 且具有弯曲能力 头骨不完全 肌肉组织也具有很强的柔韧性 基因组中与色素 视觉相关的基因 发生了大量丢失 但何顺平介绍 这种鱼类也具有仿生学价值 它生活的6000米以下 是地球表面 最后未被人类大规模进入或认知的空间 具有高压 温差巨大 中年无光 化学环境独特等特殊极端条件 它在常规生命形式禁区的生活方式 或许能为人类开发极限条件下的抗压生存平台提供启示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